那么刚刚就在北京时间8点56分 神舟12号飞船和天河核心舱之间 是成功地实施了分离 现在神舟12号飞船已经开始了独自飞行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屏幕 可以看到神舟12号飞船已经是成了一个光点 从天河看神舟 神舟已经成了一个光点 而下方的蔚蓝的地球显得非常的美丽 现在神舟飞船正在向天河核心舱前向的两公里处进行转移 但是航天员们还不能够直接回家 因为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就是进行飞船绕飞镜向交汇的试验 什么意思呢 我先说一下这个绕飞 假使这支笔就是神舟12号飞船 那么它首先要从天河核心舱的上方进行绕行 然后在上方还要掉个头 然后再绕到天河核心舱的后下方 然后再逐渐地边追赶天河核心舱 边抬头一直到天河核心舱 节点舱的这个镜向对接口的下方 它就变成了垂直向上 也就是说镜向 就是说相对于平行飞行的这个天河核心舱来讲 它是一个竖直的角度 和天河核心舱之间正好是形成了一个90度的夹角 进行镜向的交汇 但是注意不对接 因为这只是做一个镜向交汇的验证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这是在为神石三的到来铺路 因为到时候神石三将会采取这种镜向交汇对接的方式 来和天河核心舱之间进行交汇对接 那么这项技术难度非常的大 在我们国家的这些飞行器当中 只有神舟载人飞船 有这个镜向交汇对接的能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项技术还没有在太空当中进行过验证 所以在神石三到来之前 要先派神石二去探一下路 看一看控制系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转 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工作 在完成这样的一项重要任务之后 神舟十二号才能够踏上返程回家之路 那么可以说这几个礼拜 神舟十二号乘坐一直是非常的忙碌 就像我们在地面上 如果要出趟远门的话 有很多事情要做 家里的物品要规制好 然后还要检查一下这个水电 还要关闭一下门窗等等 那么对于航天员们来说 离开这个太空之家 要做的事情就更加多了 事实上他们从一个多星期以前 已经开始做临行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了 有主要的几项任务 首先一个就是要把太空之家 十多整理干净 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进行固定和打包 为什么要进行固定和打包呢 这其实也跟太空生活的一个特点 也有关系 我们知道在太空里 如果不把东西固定住 零散的物品就会漂浮起来 所以首先要把这些零散的物品 都给收拢 要把它们固定好 那如果是能固定就固定 如果固定不了就要打包 那这不仅仅是关系到 这个核心舱的一个整洁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它还关系到一个安全的问题 要确保这些物品 在核心舱无人状态运行的时候 它不会到处乱动 然后会发生一些乱碰乱触这样的情况 要确保这个核心舱在无人状态下 它也能够安全地运行 那么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知道这个天洲飞船 接下来它也要脱离核心舱进行绕飞 所以在航天员乘组离开之前 他们还要把天洲货运飞船里的包裹 全都搬到核心舱内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核心舱内的画面 现在又是堆满了包裹 当然都是固定好了的 非常整齐的样子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进行这个平台的状态设置 另外一个在撤离之前 还要按照次序 依次关闭四扇舱门 那么从今天早上六点不到开始 在六点左右开始 就关闭了这个核心舱的双向承压舱门 然后接下来就是关闭这个节点舱的舱门 节点舱的前舱门 那接下来就是关闭 神舟飞船的轨道舱的舱门 最后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 在八点不到的时候 就是关闭了神舟飞船的返回舱的舱门 四扇舱门全部都关闭了 同时每关一扇舱门 还要进行简陋 完成了这些工作以后 神舟飞船才能够撤离 才能够和组合体之间进行分离 然后开始它的独自的飞行 那么接下来再过一会儿 镜像交汇试验 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也会随时发挥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